大家好,我是Sophia,然后叫吴志明 不过大家叫我Sophia,所以我就自己取了一个 其实那时候月亮叫我下标题,然后我一直都不知道讲 就不知道标题要什么,然后我大致上会跟大家说一下 我大学四年的一些事情 那很奇怪,所以我就取一个叫索菲亚的奇怪的旅程 那这张照片是我在那个新加坡环球里面照 我就自己把它解下来 而我是一个很喜欢做解报人,就是会随便乱做 好,那现在,大家有看过我的那个介绍吗 对,就是我说我去过15个国家嘛 所以我等一下会就是证明我这有去过15个国家 就不是乱骗人的 好,那第一个我想要介绍我弟的是关于旅行 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人 那今天的分享会分成两个部分 就是一开始我会先介绍一些大家比较知道的我的一面 然后接下来会说一些就是可能别人比较知道我的那一面 那比较知道我的那一面第一面就是旅行 因为我之前有来过焦点分享过旅行的故事 就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旅行的人 就旅行对我来说,这样空气就不可或缺 所以我就透过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旅行 那首先那时候是小时候,所以小时候就是很不懂事 就跟爸爸去了中国,就是那时候去同事旅,就是员工旅游吧 然后再来小时候去过泰国 就这些都是跟爸爸妈妈去,所以我觉得没有很特别 然后这个是国小毕业的时候去过日本 然后美国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去过游学 那我想要讲的就是我在大二生大三的暑假去美国打工旅游 就去纽约的下面,就是纽约西那边 然后去做披萨小麦,大概三个月 然后加拿大是我去过,我干妈在加拿大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毕业,因为考的还不错 我爸就送我到加拿大,我干妈家去那边住了大概两个月 好,然后再来就是我高中参加一个营队叫做新世纪领导人才培育营 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幸运的获选了那个就是出国代表的参访 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去了,这是免费的哦 然后,可是回来要写一万字的报告 然后就去了,就是那时候去了五个国家 这是荷兰,然后这是比利时吧 这是比利时,你们记得这是比利时 比利时,然后这是瑞士 还有卢森堡跟法国 然后再来就是我在生大二的暑假 我去了土耳其当志工 就透过艾森的志工去土耳其那边,就交小朋友 然后再来,因为土耳其在希腊旁边 所以我就很幸运的就是可以去希腊自助旅行 好,然后再来是,这个是印尼 就是我们毕业旅行的时候去了印尼,巴黎党那边 然后再来是新加坡 然后这是马来西亚 就是刚刚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 因为我在今年寒假我就去了那个 就是这两个国家自助旅行 那我完全没有规划,因为在那边有朋友 所以就去那边,他们带我们一直去吃 然后也住都不用钱 好,那这是旅行的部分 那今年暑假我还想要到法国去当志工 就是我知道一个二手拍卖的志工 然后吃住都免费,只要付几条钱 所以我很想去 然后我想要找人陪我去 所以如果有人想去 就是可以跟我送我们可以去去 然后再来就是我提到 我大午下想要去四川交换 因为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你其实你没有进去 你不太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把人训练成这个样子 我没有说是好还是不好 但我就很想要去那边生活看看 所以我就申请到四川大学 那我觉得你去那边交换 好,那就是关于旅行的部分 那下面再来讲的是尝试 就是我是一个从大一开始 我就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那我这边会讲了几件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我做过的事情 首先第一个就是不样式考设 我是台大就是Design Thinking社团 那我们不样式考这常常会跟那个 刚刚有人介绍台大就是不同反响设稿会 就那是做社会企业 然后我们在讲设计思考 我在这里面大概待了两年的时间 那中间大概交过了超过二十场工作坊 然后可能也带过大概快要一千个学生 就是上课上超过一千个学生 然后再来就是台大创业创业学程 就是我在我加入了这个学程 然后修了很多课 然后弄了很多小小创业的专案 那我就是因为这个学程的关系 我就把我自己已经酝酿很久的想法 就是组了一个团队 然后我们叫做Janny 就是不知道你们有听过 那我们相信的就是 我们很希望年轻人可以走自己的路 那我们希望透过 那时候我们办了很多分享 我们大概办了九场吧 然后就是透过我们请一些很棒的人来分享 那他们都是在做一些自己真的喜欢的事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如果你来听 然后听到说那些人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而不是做那些社会期待你做的事 那你有可能是变得比较不一样 那我们还有一个部落格就是现在 我们累积了大概一百个篇文章 然后有几个共同作者 然后我们会在这边写文章 我们觉得文字的力量也是很大的 好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简报的人 然后很喜欢简报 所以我就有学台大叶秉晨老师的简报课啊 然后我自己也发现我自己很喜欢心理学 所以我就学一些心理系的课 社会心理学 我设计心理学是我唯一大学最认真的一个学 其实课我就是考了99分 我超就是超级骄傲 但是有些课还被盼 就是可是我心理学那种很好 然后是学一些社会学的课 就我自己也很喜欢社会学 我自己是念商的 就是气管系 然后我还参加台大第一件简报大赛 然后同台了 好 然后这就是 这大概是我大学里面做的一些事情 那很多人啊 他们就是有会这样子形容我 就是可能会说 我觉得你很乐观啊 然后很勇敢 然后很勇于去尝试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就是很理想啊什么什么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很讽刺的是 呃那时候就是 就教你来找我分享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是在我人生中 非常非常就是不太好的时候 就如果你要我那时候形容我自己的话 我会跟你说就我大概是这样的人 就是其实我大学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面对我自己的脆弱跟自卑 因为我高中曾经发生过一些就是类似 就是被班上同学排挤啊 的那种事情 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 大概就是那时候完全自信心完全就垮掉 然后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 然后我高中过得非常非常不快乐 那我是到大学之后 我觉得很幸运考上台大 那我可能觉得可以重新开始 但是其实在大学这些很看起来 好像很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其实我大一的时候曾经有得过犹豫症 就是我那时候在外表大会觉得 我是一个很有自信啊 很乐观的人 但其实我那时候每天回家 一个人走在路上 我会觉得非常非常想哭 然后我回到家 我大概每隔一个月我就会崩溃一次 就是我会觉得有那种全世界都一气我 没有人爱我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会很难过很难过 我不知道 就是你会觉得我好像没有人爱 然后我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 那我之后来加入了台大不一样思考社之后 我找到了一个重心 所以我才比较好 但其实我还是会周期性的 就是会陷入人生中很低潮的时候 那这个低潮从哪里来呢 就是我很容易会去在意到别人对我的感受 就是比如说别人对我的评价 然后别人对我做的事情的评价 我会只要他们觉得就是一个眼神 或是他们的一些评价 我就会突然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了 然后我是不是做得不好 然后我的价值是不是因此而去失去了 对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凋点找我分享的时候 我那时候处于人生很不好的时候 是因为我现在是大四 我要生大四下 所以我大四上的时候 因为我不小心接了太多事情了 我那时候没有想过这么多 然后我那时候接太多事 所以我导致我所有事情几乎都没有做好 然后我很自责 然后加上很多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我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我就会觉得很讽刺 因为我写过一些文章 就比如说把时间留给自己啊 不要一次接太多事啊 然后要好好认真生活啊 然后很多人都很多人分享啊 就会发现我自己完全没有做到这件事 我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 就是我那时候真的就觉得 我又不知道我自己的价值在哪 然后完全不知道 我觉得我 我一直觉得我是这样的人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很乐观 我觉得其实我一点都不 那我在 就是我讲 我讲这些 就其实我不是要跟大家就是博取同情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都有自己悲伤的颜色 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可能是一个你觉得你自己很平凡 或是一个看似光鲜亮丽的人 但是其实我们都有自己 难过悲伤无助低落的时候 那说的励志一点就是 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有自己的怪要大 就是 某人生中都有我有没有自己需要去克服的难题 那我觉得我自己需要去克服的难题 就是我一直在面对我自己的脆弱跟自卑 那我其实很多人觉得我很有自信 但其实我完全没有自信 就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自卑的人 然后我在寒假的时候 我看了一本书 它叫做《脆弱的力量》 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名的讲者 它收到太多的分享 后来它就写了这本书 那我看过它的分享 然后看了这本书之后 我可能第一直觉得我觉得我要买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 但是我是一直到了寒假 我才把它翻开 因为我觉得好像需要一个东西帮助我 不然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它里面说的就是 它把人分成两种人 第一种人是它觉得它活得很快乐 很充实 它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那另外的人可能就是它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快乐 它觉得自己被世界遗弃啊 或是常常就是很脆弱 那它觉得这两种人 其实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 比较好那边那个人 那些人只是因为他们愿意去面对他们自己的脆弱 就其实每个人都有 那他们愿意去面对 而且他们是真的相信自己本身就是值得被爱 也值得有归属感的 那另外一半的人呢 他们是怎么样 那我发现他提出了三个 就是逃避脆弱的 逃避脆弱的人 他们会有的三个就是防御的武器 那我发现我三个都中奖 天哪 就是原来我三个都中了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就是第一个是逃避脆弱的武器 第一个是打预防针 也就是我在高 我在大二的时候 然后就是大三把经历了我人生 就是一个很认真的一段感情的就是结束 那那段时间对我来处就是非常非常痛苦 我那时候觉得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再次去谈恋爱 然后所以我打预防针就是 比如说你现在很快乐 但是你下一秒就会想到 比如说我现在在谈恋爱 我就很快乐 我下一秒想到如果我跟他分手怎么办 就是如果我跟他分手 是不是要再难过一次 所以我就不敢去付出 我就不敢去享受现在的快乐 所以像这样的人可能就会预先排演悲剧 就是你会去想到最坏的情况 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彻底处于绝望 因为你不想让自己失望 所以你宁愿让自己处于 一直处于绝望的状态 这样你就不会失望 那我就有中了这样 那第二个呢就是完美主义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问题 我爸也跟我讲过 就是 你会把外在的肯定与评价 把你自己的价值 跟你的价值画上等号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发了一篇Facebook的文 然后可能你得到两百个赞 你就觉得我自己好像超有价值 我超夯 但是你比如说你今天只拿到二十个赞 二十个 二十个赞 二十个赞 那你可能就觉得天哪 就是我是不是 就是我是个人没有价值了 然后我下次不敢再发文了 但这是一个很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自己也非常严重 就是你会因为你做这件事情 别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 而你就是觉得说是不是别人对我评价不好 这人就没有价值 但是这件事情告诉你的是 不管你做了任何件事情 那就是你做的事情 跟你这个人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有这样子 就是外在评价 有自己价值画上等号 其实我觉得跟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从小爸妈 就是说如果你考一百分 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你这么瘦 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你假如怎么样 你才可以怎么样 就是你会觉得我一定要达到什么样 一定要别人喜欢我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这是教育告诉我们的这么做 就是这个社会让我们这样觉得 那我自己就是一直陷入在 就是这样的火圈里面 所以我就会活得很快乐 那这个很危险 因为你的价值就是决定在别人的身上 那你做任何事 你可能是为了去赢得别人的肯定 而不是去做你整整地喜欢的事 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自我麻痹 也就是说有时候你会感到很焦虑 那你焦虑的时候你就会自卑 那你自卑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想要抽离 因为你不想要就是跳到那个自卑的情绪里面 那我自己发现我自己抽离的方法就是 其实我大一到大二 我有蛮严重的暴食症 暴食症就是你会 就是可能你会太狂吃 就是享受美食是好事 坐在餐厅上慢慢享受美食是好事 但是如果你常常站在冰箱前面 或是躲在橱柜前面吃东西 那就是有问题 就是我那时候吃东西是我一直吃一直吃 完全不知道我自己来吃什么 我吃到自己很沉的身上最后 然后我会突然觉得天哪我在干嘛 然后我就会可能三天都不吃东西 然后可能又到下一群 我就会一直吃一直吃 就只要很焦虑的时候我就想要一直吃 就那段时间我体重一直控制不下来 然后也一直活得很不快乐 然后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好那我知道我的问题在这边 那我就是有他有提供一些方法 那第一个就是打预防针就是他告诉你说 其实你在很好的状况下想到不好的事情的话 那你把这些不安当作是一种提醒 他是提醒你说你要好好的去感恩当下 当你学习感恩的时候 其实你去比较容易去摆脱那个 就是打预防针这个的症状 然后再来第二个完美主意就是 他告诉你价值是天生的 他不是别人外在赋予的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喜欢 他就说万物皆有缝隙方能让光透进 也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完美的 如果你有就是一些裂痕的话 你才能够让光透进来 那再来就是自我麻痹 他就告诉你说你要去找到麻痹的根本 而不是去一直去麻痹自己 你要去问自己为什么会麻痹 好那我知道这些方法之后 我又跟一个人朋友聊天 然后他就跟我说到这句话 他说当你感到不安焦虑挣扎的时候 就代表你在舒适圈之外 也就是说这是好事 就是他不是坏事 但是因为我一直想要去走自己的路 一直想要做自己 所以我才会就是想 就是我才会感到这些这么不安的情绪 但是代表是好了你在成长 然后就像打怪一样 就是不是你过一关之后你可能就成长了 就是你可能要像玛利欧一样 你需要很多很多的关卡 你要去过很多关卡 然后最后就是有一句话想要送给大家 就是It's never too late to be who you might have been 就是做自己永远不嫌弯 尽管你60岁才找到自己也没有关系 你就是你可以一直去寻找 那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